健康大數據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4月2日星期二時間來到下午4時10分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的健康大數據欄目,我是Renny 是,我們今天有幸邀請到的嘉賓主持是聽眾朋友很熟悉的趙博士 這期會和我們探討一下 其實小時候讀書或者是父母教育子女已經有說了 你要相信自己,要自信一點,要對自己充滿信心 其實這件事不是只是父母或者學校先生說一說這麼簡單的 原來咨詢跟我們身體上的免疫能力 跟我們的一些精神方面的健康問題 原來是息息相關的 究竟有什麼細節呢?有請趙博士 Hello,Renny,大家好 今次這一集有些特別的 因為你知道如果你進去考試 我也不知道你會說一下考試 不過進去考試 如果你沒有信心會影響 但如果你太大信心 但沒有溫過功課也會有影響 兩個極端,挺有趣的 說到數據關於健康呢 這個就特別了 因為這個很多人都不明白 就是當一個人是沒有自信 很多時候他就未必定時吃東西 吃東西也未必選擇好東西來吃 這個數據重要了 我傳給你看,參考一下 看到那些人選擇怎樣煮食 怎樣去吃食物 以及之後呢 什麼時候開始進入這個階段呢 數據就說起 當你離開家的時候 進去大學 很多時候或者吃零食 吃一吃就會當零食變成 是主食 或者是介不介意出去吃 出去吃又吃什麼質素 什麼級數 有些級數是高級數 但是質素是低質素 有沒有想過這些東西呢 那些數據就有說起 當那些人是有自信的時候 他們就會注意這些東西多了 如果他沒有什麼自信 其實他根本就沒有想過 是食物而已 有什麼所謂呢 打拖也行 好有餐不好有餐 是的 是人都吃東西 一天吃三餐就可以 吃兩餐就可以 一餐就可以 隨便 你就會看到 如果有長期病的病 譬如心臟 高血壓 有Cancer Obesity 過量重 糖尿病 這些全部都是跟這件事有關 只不過是去到那個階段時候 你就已經有個gatekeeper在後面 證實說 現在你有這個病 你就要吃這些藥了 但是什麼時候引致到這件事呢 原來可以trace 就是有一個根據 為什麼這麼多人現在 就是會有這樣的問題 越來越多人的問題 那你一路trace 就會看到 跟自信很有關 對了 過度太多 就可能吃得不健康 太過不足夠 也都有影響 那究竟自信是否遮蓋了我們 其實最重要的那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 不只是個信心 是那個 資訊 資訊是很多 包括我們這個節目 都是資訊來的 說健康很重要的 要懂得如何健康 要學 這個呢 就越來越多人學 你會看 應該每個人都好 可惜不是每個人都聽過這個節目 所以你說 Share 多些 那又是否有解決呢 這樣也解決不了 為什麼呢 一路下去發現了 多一個數據 這個數據重要 為什麼聽完健康的人 不一定會健康 就好像你聽別人去做健身 你自己沒有去做健身 有個問題 因為你自己沒有去做 就變成受不到影響 不要緊 我又買個membership 行不行 自己沒有去做 好了 做到那些人買了 進去做了 還要說他做些什麼 那我們就說 這個最緊要 最爆發的東西 這個另外一個數據是什麼呢 就不是Self Care 就是叫做Self Love 就是有沒有自愛 什麼是自愛呢 還有有沒有照顧自己 譬如我有沒有吃健康 有啊 有做了 現在聽一下博士 聽Rainy 有吃健康 不過在外面賣的健康食物 或者叫什麼就是健康 但就不是很真正知道 怎樣健康呢 就是說到煮食了 上集你記不記得我們說煮食呢 就說到那個揚州炒飯 你就好 是 今集我們不說洋蔬炒飯 我們搬出來一個叫做肉醬意粉 都可以說到有沒有Self Love 因為 下次做節目之前 和趙博士做節目之前 真的要吃飽些才好上班 肉醬意粉 這是怎麼做到沒有Self Love 解釋一下沒有Self Love 買些雪藏的 不用管牛肉的質素 是怎樣 隨便冰了那些 有很多的 不想吃肉醬意粉就買 但是聽說在家裡煮是很重要 不過怎樣拿走Self Love 不放下去呢 就是隨便買那些肉 這樣就 丟下去 隨便煮了它 一坨出來 但是吃得到入口 入不了口 不要緊 放些茄醬下去 就可以了 有了 有些餐廳都是這樣做的 但是如果要放Self Love 下去呢 好像上次我說 不要用叉燒 我們用豬扒 這樣是有些Self Love 因為你選一些新鮮的東西 如果你選一些肉 牛肉 肉醬意粉牛肉 你選高一點的protein 少一點脂肪 那已經有個注意力去選一些漂亮一點的 是草字的 的攪牛肉 跟不草字的攪牛肉 又有分別了 這個已經有些Self Love 另外 會不會去煮它的時候 去煎牛 就好像煎牛扒一樣 煎到它 用一些牛油果油 然後 煎熱了鑊之後 煎下去 煎了那些 那些攪牛肉 變成了有香口味 加了兩片牛油 在裡面 帶起它的味道 更加釣出來 這些肯定放Self Love 因為你要時間 要心機 也有知識 知識呢 不用它 就只有知識 用下去 就 哇 那個味道很不同 好了 到了 我教了大家 蘋果膠 還有一個洋蔥膠 洋蔥膠和蘋果膠是什麼 基本上就是煮走了裡面的渣 隔走的渣 再煮多遲 主打是這樣 好了 如果你做好了洋蔥膠 倒下去 剛才我說的牛肉煎完之後 沒有煎到太焦 煎完之後 你就要 調味道出來 除了牛油 還放在洋蔥膠裡面 來煮它 哇 那些牛肉的味道 就完全很濃 好了 剩下那些汁 倒起了牛肉之後 剩下那些汁 就又放開它 現在呢 就一早 切洋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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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還有一個秘訣 就是放少少防風醋 吊起那種味 哇 放少少防風醋 防風醋好像紅蘿蔔一樣 差不多 不過呢 味道就很不同了 好了 煮了它出來之後 煮了它軟了 然後倒少少牛肉醬 然後才倒那些牛肉下去 這樣呢 味道就很齊了 這些就要self love 這個呢 好 有影響失效 對 總之呢 我們呢 無論你揚州炒飯也好 肉醬意粉也好 你要對自己懷有一夥 好一點的心 你要把自己作為一個 你應該像是善待的一個人 我們有時候 好有一餐不好有一餐 好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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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你的學習 還是你的工作工作上 這兩個字說真的 一出就給人感覺 你好像根本就不太熱愛這家東西 你隨便 這兩個字我覺得真的 是一個非常之不可取的兩個字 好,謝謝焦波斯 我們稍微休息一會 廣告之後見 Sanley Angel建威廚櫃建材 全面裝修 最新概念設計陳列室 最先進AI創意設計廚櫃 各百款石液石 花崗石台面 不同款式的磁磚、地板、浴室設備 超級優惠 專業私人設計 為你輕鬆打造夢想中的家 住得更舒適 建威地址 Sanley Angel William Street 2048號 電話510-895-8182 510-895-8182 世紀郵輪 江山如此多嬌 超豪華 大長江十六天 上海到重慶 五星郵輪陽台房 穿越長江延岸美景 品嘗七個省市美食 感受理伯不怕 朝遲伯低 彩雲間 千里江陵一日還的絕美意境 世紀郵輪免費升倉 4月、5月、6月、9月、10月、11月 軍保證出發 價格僅3999起 爆機票 五星酒店和郵輪上岸參觀 世紀郵輪灣區越線 62666666 999-6266666 999 最近都不知道行什麼 衰運 什麼事這麼嚴重 我兒子經常咳 媳婦又經常鼻塞 孫兒經常到身痕 手腳腳腫了起來 還紅了 你有沒有去看醫生 當然有去 醫生只開了敏感藥給他們吃 沒什麼用 病情也沒有好過 病情這麼像我上星期 看那篇煤菌文章的內容 他們說這些可能是感染煤滾的症狀 你家裡有沒有試過發生漏水 或者水浸屋 又好像有 今年一月份那次大氣河風寶 幻風幻雨 屋頂又漏水 瘡礦又滲水 大地板還濕了 但是我一早就修好了 那你有沒有燒煤完才修 那又沒有 那你這間屋就有機會發霉了 快點找MyPL & Filament環結證公司 他們的專業服務 一定可以幫到你解決問題 快點去星島網站網站登記 記住是 側標 www.moremallda.com 或者打電話 650-808-8884 星島中文電台全新廣播模式 下午兩點之後的節目 轉為網絡播出 收聽方法有三種 分別是手機APP 星島TV 星島WiFi收音機 和星島網站 Android手機請到Google Play下載 輸入SINGDAO TV 蘋果手機請到XDoor下載 要購買星島WiFi收音機 請即致電650-808-8888 為你帶來更清晰的立體星網絡廣播體驗 健康大數據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4點23分回來 今天第二節的我們的健康大數據 剛才有說 相信自己可能會對我們整體的健康和幸福 是會產生很大的影響的 我們不要說太過自信 因為有時太過自信 正如剛才趙博士所說 太過自信有時會變成自負 矯枉過正的 其實適當的自信 對我的一個很客觀的認知 是原來可以幫你減輕壓力的 讓你自己充滿信心 信任自己的同事 可以經歷一些 比較平時你更加承受不了的壓力 等於擴握的能力會增強 是嗎?趙博士 沒錯 你買的牛肉 買冰鮮的回來 隨便放下去 尿兩下 然後如果 你別忘記 我們剛才做的肉醬意粉 還未說到番茄那部分 那些番茄呢 為什麼要熬呢? 那些番茄呢? 你買平時的肉醬意粉 已經有的東西在製作了 你都不知道那些什麼番茄 那些番茄是怎樣的 可能你看到你都未必會吃的 但是呢 已經攪拌均勻了 你看不出的 倒下去 這就是個分別 什麼是自愛呢? 自愛呢? 愛呢 就已經要在心裡發洩出來 但是自信 過度自信 甚至自私 就是由頭那裡 頭腦那裡 你覺得就可以了 總之你覺得 你為了自私 為了所有人輸 你要贏的 自我呢? 自我愛自己呢? 是從心裡 那些東西 啊 那些番茄呢? 用食物來說 真的很容易入口 你要明白就是 那些番茄 我都不會買這些 發神魔的 你照樣放下去 煮熟了它呢? 可能它已經淋到 你未必放進口 但是你煮熟了它 仍然可以用茄醬的 很多茄醬呢 本身的番茄呢 是你不會放進口的 你不會生吃 你都煮了都未必會吃 但是煮完變成茄醬呢 你就沒有分別的了 所以這個就已經可以分別到 如果你想對自己好些 在食物裏面呢 去practice這個 我叫做self love 是一定會有的 因為你會發覺 哇,很多東西都要自己煮 你絕對不會 我可不可以十分鐘內煮到我餐晚飯 這個呢 這個已經是告訴你 self love 是要擺時間 要真的有這個叫boundary 就不要下下下 下下有東西扯著你走啊 還有就是那個self care 你要去買菜 那你買菜 隨便拿下去 或者不要緊了 我找別人給我買賣 他買什麼都不要緊 我只要讓我去煮 煮都不要了 我出去外面吃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 越是做得多那些 叫做沒有self love的東西 就賺多少錢都不夠 因為你會發覺就是 為何要出去吃 越吃的身體越差 或者甚至怎樣 你會開始留意到 我進入惡性循環裡 因為我自己 我在家裡煮當然很累 沒有practice 到self love 既然煮得 就真的連茄醬都自己煮 茄醬怎麼煮呢 就是因為我們要做肉醬意粉 因為沒有番茄不行 那那個肉醬意粉 對 你要去皮去核 為什麼呢 因為皮和核的成份 是拿來做殺蟲水的其中的成份 如果你不去皮不去核 你做那些茄醬出來 就是做一些農藥給自己吃 那這個是不是self love self love 你一定要去皮去核 根本上意大利 這麼久歷史裡面 grandma在意大利裡面 全部都是去皮去核的 那這個很值得參考 還有就是番茄會其實會煮快了 如果去皮去核 然後你濃縮它 就有多些酸味 所以怎樣濃縮它 你可以切細粒一點 然後煮它 當去皮很多核 它就會散開 然後你喜歡吃到番茄 裡面有一些番茄 然後這個 又是可以加了 剛才我講的已經有洋蔥膠 那些牛肉在裡面煮 有兩種煮法的 快煮牛肉還是滑的 煮得剛剛中間 牛肉就會粗糙 但如果你再煮得夠久 牛肉就會變軟 這個就是Ragu R-A-G-U 在意大利人 你看意大利人以前 煮肉醬意粉 肉醬是三四個小時 這個有self love 因為他們本身很明白 這個叫做要煮得夠久才有 這個umami的感覺 即是他們都有 他們都有叫火喉這間 有 慢火喉 好了 然後他們還有 就是意大利人 本身都有些 叫做mindfulness meditation 即是他們會放時間下去 去有 positive self-talk 對自己好 他經常會抱抱 到他們的抱抱抱 甚至有些紅酒 和白酒 即是他們會在他們的食物裏 放置在很多self water 在裡面 其實我們都有 你会看到唐人煮菜也有一种方法 比如鸡翼 吃鸡翼的人很清楚 有两条骨 当你要吃中间的肉 吃不到的时候很烦 如果要吃中间的肉 要咬开两面 但如果你的厨师做进厨房的 一早就想到Self Love 就是用刀切两面 一吃,煎鸡翼的时候 煎鸡翼的时候香厚很多 煎鸡翼的时候 如果鸡翼是平一点 就是扁一点 你是不是煎面积阔一点 要煎面积阔一点 一定要用刀或者剪刀 煎一煎尾前后 就变成了鸡翼就扁很多了 这个你一吃下去 哇,鸡翼也是这样 鸡翼是哪里买的 一样在那里买 不过你有做了少少的功夫 就是去显出Self Love 所以呢 有时候功夫都是在细艺上 很细节的地方 但是有很大的不同 没错 在最小的东西里面 令人很想念你 其实是很厉害的Self Love 因为你会说 那个人真的 有他在我身边 有他解答那些东西 陪我聊天 他真的愿意听我说话 这个也是Self Love 因为一个人有Self Love 就是会听别人说话 因为你平时都可以清静 多个人说话 你听他说而已 但如果你没有Self Love 你是很难去接受别人说话 你就是想自己说话 所以你太久没有说话 但如果你可以practice到 叫做清静 你就可以听到 所以你煮食煮得多 你就会想别人入口那个 因为跟别人吃东西的时候 通常都有多个一个人吃 你会想起就是 那个人吃那样东西 他会不会写出 譬如有些东西有冰鲜味的 有两种方法 要不就不要买冰的 要不买冰的 要不买冰的 然后你要出了些水 要不然就吃了些冰藏水 那类的东西 这些就是 这些是放一些心肌下去 那些心肌是吃得出的 是看到的difference 茄醬呢 如果你要进广告 我待会再说一下 这个茄醬 可以怎样调整 它再高几个level 好啊 世上无乱事 只怕有心人 在说的 有心就在说这些东西了 好 我们稍微去一下广告 稍后回来 继续和赵博士剧经 家裔国内 有你 一直有我 分秒精彩 星岛中文电台 你不正收听的是 星岛中文电台 粤语台 我是PG&E的Eddy 如果看到电线下降 請不要靠緊 打911 我們的快速反應人員會到場處理 警局的防股和TGNE都會立即行動 TGNE會確保現場的安全 你已經輸了多少冤枉錢了? 五天?還是一晚? 你是向親戚借錢? 還是用信用卡射賬呢? 難道還要賣了車 賣了房子 你的家庭已經吵到四分五裂了? 我要說的是 賭博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問題 賭博一開始會刺激 但是樂趣過後 你要如何收拾客局? 你不單止損失金錢 還會失去你的朋友和家庭 一個人賭博 大家都遭殃 如果你說你認識的人 受賭博問題的困擾 你可以用中文字電 華人社區賭博問題辦公室 電話1888968788 即是1888968788 你的泥電絕對保密 加州賭博問題辦公室提供 半島漁和軒 位於風景漁畫的Berningham 以其精緻的月色火波文明 午市現更提供經典點心 和美美小炒 菜單豐富超過百款選擇 半島漁和軒 秉持追求鮮美的原則 會最多重優質食材 打造最健康美美的頂級美食 和一流服務 吸你的味蕾帶來極致享受 華麗高壓的用餐環境 可容納18席 適合豪華婚禮 生日派對 以及團體五宴和晚宴 在劣質資訊沖織網絡的世代 我們堅持理性與客觀 有你的熱心贊助 可保證我們的持續運作 歡迎你成為星電視會員 或者請我們喝杯茶 BuyMeCoffee.com slashSingTelUSA 只要你成為會員 即可參與每月一次的會員線上聚會 可提出問題 與梁總和其他時事評論員一起討論 贊助180元即可成為會員 送你星島中文電台身後針裝飾 及星島限量版紀念PoloShirt一件 贊助100元或以上 即可得到一份 星島特別訂製的精緻實用小禮品 一杯茶 一世情 BuyMeCoffee.com slashSingTelUSA SBV是屬於大家的平台 嘉義聘角 精彩媒訓 交通燈號 專用城市節奏 星期五 日落逍遙 星期一至五 日落逍遙 在4.36分时回到今天第3节的健康大数据 我们继续由赵博士和大家介绍 我们现在谈谈Self Lab 如何提升茄醬 如何令它更加吃下去 如果只是谈谈茄醬 我一向都说用一些苹果或洋葱胶做出来的胶 煎入里面做底 一吃下去就会有一种层次在里面有少少不同 这个就是很特别 如何令它多几层次 另一个层次就是红菜头 本身是红色的 它的色素是天然的 亦都会令到你做些茄醬 如果用少少红菜头 不用放得多 会觉得有少少颜色 那么不同?那么红? 这个就是在煮食里面 除了选择成分是健康和新鲜 就真的看到心机会吃得出的 这些叫做Cooking with Intention 即是有目的的 煮出来的时候 因为你会选颜色 吃下去的口感 和味道 这个香味 这个香味 当你切, chop, slice 最重要是做肉酱意粉 要够多新鲜洋葱 我喜欢两种洋葱 白洋葱因为做洋葱 特别多洋葱 但如果你加些紫色洋葱 即是红洋葱 它的香味就会更加强 这个叫做Aroma 你两样有了 就很厉害了 再加些蒜头 切好它入里面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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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做,当你煮它就快煮 而且味道就走出来了 这个呢 这个 还有那些牛扒 要煎它 你可以问 平时煎牛扒 你不一定加些酒 但是如果你做肉酱意粉 煎牛肉的时候 你可以加些酒 有些酒是有些brandy 有些香味 是会很特别的 令到你有层次 这些就是在self love 你会研究的 你会说咖喱 如果我只是买咖喱粉的时候 我怎样可以令到 有那些爆炸力 有口度 一吃下去 整个人去了第二个世界 买咖喱粉 是不会做这种东西的 虽然很多人买咖喱粉 但是如果你自己去磨 和自己去买那些不同的herbs 譬如姜黄 自己自己片下去 然后新鲜煮出来 你那些 记得鸡翼 记得去一去前后 那你就会变成了 一吃下去 哇 很入味 很多self love 这个就是cook with intention 你去研究一些东西 然后大家吃的时候 做多一个功夫 就是临吃之前 去感恩你的食物 你会和大家拖着手 如果是相信祈祷的 就祈祷 但是如果不是 你也要多谢食物 因为食物不是必然的 我们没有这样的知识 和没有这样的self love 做主的 不放self love 那些食物怎么会是这样呢 鸡翼就要用牙咬 才可以刺开它 所以这个一定要多谢 和感恩 所有人在这里吃 和所有人在这里做主的 这些会令到你入口 那一刻 亦都会多了 那个self love 这个呢 还有一张桌 为什么有人用白桌布 白桌布 当然是 你一想起白桌布 就是高级餐厅 但是其实整个setting 在桌上 或者煮了一碟 要抹一下碟边 这些动作呢 其实是有研究在后面 就是当桌和碟 所有食物是摆得漂亮的时候 炒完饭之后 把碗倒转吸住它 拿出来 这些不是小动作 这些有科技的 也就是有研究的根据 就是那些人吃下去 会开心了 他会有个mindful的 experience 在这里 哇炒饭 虽然是生菜炒饭 洋洲炒饭 但是吸了一碗 再倒进去 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做法 Rainny 你有没有见过 我听别人说过 我真的没见过 没见过 那下次你来我那里 我做些炒饭给你吃 如果你看到它吸好了 整齐 如果桌子又摆得漂亮 那它是有个不同的感觉 如果你看到那些茄醬 就是肉醬意粉 是红色一点的 那你说 是不是买了些很新鲜的番茄 当然 但是再拿些红菜头 调的颜色出来 不用放很多 不要放到它变成了红菜头 放一点 那那个感觉 刚才未来广告之前 刚刚说过 就是说到赌钱 有些人赌钱 所以要如何 其实没有自爱 没有自爱 很多时候 是由小朋友 那段階段 有些情况遇到 这个叫做inner child 就是你以前小时候 那时候 就带了下去 一些包袱 那包袱 那包袱 如何显出来呢 显出来 就是 有时候显出来 是一些 对大家不好的东西 那你如何可以令到 人生里面 少些这样的东西 就是要面对它 真的要面对 如何面对 没有自爱 就是做多些动作 会有自爱 所以煮饭 煮饭 就不要随便煮 其实每一次有机会煮 都是一个机会 让我们去 去 去练习自己 多了关心 关心对自己的自爱 这个就重要了 自爱的人多 就很少会在外面看那些 就是说 譬如你缺乏自爱 怎么办 因为 因为 因为你自己已经有了 你会定 就是自己的定力 很有在 你喝碗汤 你做些食物 你都会觉得 我连炒饭 我一定是不会用隔夜饭 因为你知道不健康 你一定会用新鲜饭来做 因为是自爱 你用了自爱的 这个指南针 这个变成你的北极星 你所有的 包括坐在那吃饭 你会坐直的 你不会随便坐到腰又弯 因为你知道 吃饭那段时间是一个尊重 很重要 所以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都会不同了 是吗 你不会快快快去吃饭 时趕着离开桌子 是吧 你不会说 吃饭时 有些东西 是大家吃不下的 吃下去的时候 哇 其实现在有很多 年轻一点的 或者是青少年 可能正处于青春期 很叛逆 其实对他们来说 你感觉就好像 哇 吃饭啊 根本就在浪费时间 吃饭的时候 最好有把洗衣电话 拿在手里面 那么 刷一下短视频 再看一看 TikTok 又看一看YouTube 这些 如果只是 只坐在那里吃饭 很浪费时间 有很多年轻人 很多年轻人 青春期 或者什么 他们觉得很需要交流 永远拿着电话在手 这样的时候 其实 亦都是一种 不至外的 表现方式 没错 这个 才是恐怖 是吧 因为 你会看到 如果 好像很好 你想想 如果我用完 吃饭时间 都在沟通 但是 你就变成了 没有了 对自己 其实 是 有点 叫做 去向外 你每次问 你要回答 你要关心别人 但是你有没有关心 你什么时候 在关心自己呢 你一不关心自己 你又何来 可以继续关心别人呢 这个 这个 你不断回答别人的题目 你在手提电话 都是在看 和回答 你回答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 是用那些时间 放在自己的细胞里 和自己的细胞沟通 你在吃饭 下面的细胞 在收紧你的营养 下来的时候 他们都要 他们都想和你聊天 他们都想告诉你 谁知道 你所有的反应 都放在手提里 放在其他朋友 其他发生的事情 那你那个细胞 那些细胞 你根本都感觉不到自己 譬如你试一下 如果你玩手提电话 你没有感觉到 脚坐在椅子上 如果你的脚不是在地上 或者你的腰不是直 地头都没有脚踏实地 没有脚踏实地 不只要不是坐在椅子上 而是坐在自己上面 即是自己坐在自己上面 因为你弯了 扎在自己上面 那变成了 但是没有感觉的 因为你的精神全都放在去外 向外 嗯嗯 这个 日子内 就会引致病病 很厉害的 好 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说 好 谢谢赵博士 我们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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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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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伴 şu者 建築設計施工一站式服務 新建加建ADU設計施工一條龍 設計繪圖包通過 省錢省市賺很多 電話408-500-0060-408-500-0060 由即日起至4月30日 舊金山市政府殘疾與老齡化服務部 資助舊金山60歲以上或有殘疾居民 免費技術支援修整家有問題的電腦 手機或平板電腦 譬如中了病毒太慢 有錯誤符合以上條件的人士 請在4月30日前立即時電 1800-485-1376 1800-485-1376 資深靠近你家的地點及計劃詳情 第幾郵輪 歐洲多魯河和黑海豪華郵輪 18日全年僅此一團 參觀德國 奧地利 匈牙利 塞爾維亞 保加利亞 羅馬尼亞 克羅地亞 斯羅佛克 八個國家 爆機票 五星郵輪 中文導遊 10月12日出發 會人緊3999系 郵輪免費升倉 爆上岸遊覽 歐洲多魯河和黑海豪華郵輪 18日世紀郵輪 彎區熱線 626-666-6999 626-666-6999 中美簽證服務中心 中美簽證服務中心 專業辦理一切有關美國護照付中國簽證的一條龍服務 和中國護照更新以及一切文件驗證委託書和生存證的辦理 本公司本著專業誠懇的態度為僑胞服務 星島訪客中心代理 中美簽證公司承辦 地址三藩市625號 Kerny街 Dation電話 415-282-6888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 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下午4時49分回來 今天最後一節的健康大數據 我們繼續有請 趙博士 剛才說起 如果我們 不放多些Self Love 到這些情況 如果我們沒有注意這些事 你剛才說起 看著手提 或者 總之 注意力不是放在食物上 放在其他東西上 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有數據說了 這些東西是會 做幾個情況 第一 就會令到你的壓力多了 你說壓力多了 不是說偶爾這樣 問題就是長期是這樣 身體 在吃東西想和你溝通 第一想和你溝通 那些食物是怎樣的 因為有很多訊號 你完全不理會這些訊號 那些訊號 亦都可以反過來 不理會你 我現在告訴你 這件事我喜歡多些 那件事我不喜歡 原來你完全不理會 下面的訊號 發生上去時有什麼反應 譬如你摸在鍋子很熱的時候 你的手會懂得反應 很熱 你不會由得它放在這裡 鍋子很熱 你待會放在這裡 這樣就會受傷 就是你的身體要有 那個叫做feedback的signal 它才會知道怎樣的 那你吃點食物下去的 身體是會給回 正常來說會給回很多signal 那你就會知道 這些湯怎麼樣好喝 那個身體有什麼反應 那個人覺得飽了 但是如果你反過來想一下 我都不知道湯是什麼味道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喝了什麼 因為我的注意力不在這裡 那其實我飽不飽呢 我的注意力也不在這裡 所以其中一件事 是看到的數據 就是人如果他完全 是不著重下去 在吃東西的過程裡面 他很容易就會有 obesity增肥的情況 這個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coping mechanism 就是你要知道人生裡面 有高高低低的 而這些高高低低 究竟是高還是低 還是高上再高 你要很有注意力才行 而注意力在吃飯的時候 是鍛鍊你的注意力的 如果你連食物的味道 和注意力都不練好 萬一人生裡面 遇到一些不開心的情況 那你不懂得 怎樣去叫做有coping mechanism 去對於這些情況裡面 平時沒有練的 那之後需要也沒有 所以這個抵抗力 譬如你有沒有遇到一些情況 是需要睡覺 需要休息 你都沒有這個注意力 注意力呢 你既然都不知道 知道你的腳有沒有踏實地 還是有沒有坐直 還是坐在自己上面 自己摘著自己吃東西 這裡打側了 沒有注意力的時候 你想想一想 一有些好不好的東西 你也不懂得在哪裏跌低 哪裏跌低你都不知道 何時跌低都不知道 所以怎會在那個位置起得翻身呢 第三件事 就是影響了抵抗力 有很多研究 當你不提升你的注意力 你的抵抗力 就直接會有影響 所以那些人有叫做 Slow Self Esteem 即是自信低 Lack of Self Love 根本不關心自己的時候 他們的抵抗力 是比其他人差一段 病就是會輪到他們了 他們會病多過其他人 第四件事就是 Mental Health 心情內的健康 有沒有受影響 譬如抑鬱 多了精神緊張 食物的disorder 譬如可能吃吃下 就會狂食一件事 這件事 第四件事 都是跟自信和Self Love 做得少Self Love的動作 很影響 好了,到了選擇食物 譬如當你要今次一個人吃 沒有其他人陪你吃 那你是否去看著手提 做著那些事 其實這件事只會是reinforce 就是你會越來越差 而怎樣可以越來越好呢 就是剛才所說的 自己學會煮食物 去留意一下另外那邊 食物是怎樣來的 不要就這樣塞進口裡 因為如果你塞進口裡 其實食物是否新鮮 那些汁醬就算了 那些汁醬是有防腐劑 那些汁醬是不新鮮 不新鮮的東西 就會令到我們多一些 叫做副作用 多一些問題 而反應亦都少了 然後如果你既然 做得剛才那幾件事 都不介意的時候 有很大機會就是 其實刷不刷也不要緊 刷多久也不要緊 需要做身體檢查也不要緊 然後有問題也不要理他 你每一步縮一步 就越是多問題 所以這個SELF LOVE 不是正在食物 不是正在吃飯的時候 在整個過程 一件事你不願意握緊的時候 就只會影響到多幾件事 然後就是Quality 就開始滑走 然後就影響到睡眠了 因為既然是你醒的時候 都不太著重 睡覺也不用工作 身體的康復能力 就會被他影響了 因為身體會說 你平時都不理我們 其實你正在睡覺 我們有沒有充電 你都不要緊 那為何會形成這個問題呢 累呀 多喝兩杯咖啡 頂住 一直推動自己 蠟燭就兩頭點 那人就一直插下去 所以SELF LOVE 是一直要守住的 一旦沒有了這件事 就要快點調整 不要等他 不要拖著 嗯 唉呀 這次真是學到東西了 多謝趙博士的金玉良言 大家再 我們再次重溫一下 我們今期節目 頭頭的時候 趙博士跟我們講到 相關於自信方面的問題 之後我們有講到 關於自愛方面的問題 在這個之後 我們亦都有講到 其實我們不自愛的一種 表現方式 是不是 例如 很多年輕人 他們可能覺得 快節奏 時間不夠用 那我們一張餐桌 又拿著電話 其實覺得 我這樣是利用了時間的 但其實 玩下手是得不上失的 趙博士今天跟我們講了這麼多 多謝趙博士 其實我們還有第二個話題 還沒講的 還講不及 唯有下個星期才開始 好嗎 嗯 好 謝謝趙博士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 再見 辛苦了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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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說明年輕人